大家好,我又再嘗試換了電,搞好一些技術問題 看看大家聽不聽到,如果都不行的就和我講一聲 剛剛講到這兩天,當然沒有最黑暗,只有近黑暗 但這兩天我們見到一些離譜的極黑暗的事情 由最近開始講起,包括一個政壇大家都認識的一個前輩 李鵬飛世世,今天連續有兩宗香港人都很關注的事 一個就是頭條新聞,港台宣佈暫停 還有就是777林鄭在今日行會之前說了一些很離譜,也很不要面的事情 我繼續說,然後才講到昨天,昨天就是內委會的事件 其實也不只是內委會事件,其實很多事情是不斷發生的 大家都知道,很不愉快的 先講近一點,就是頭條新聞 其實如果大家看大局,你看到頭條新聞被迫去停播 是一個新的階段 中共在去年六月到現在,透過香港的傀儡政府 傀儡政權林鄭和黑警 企圖要霸王眼上公做那個逃犯條 其實如果看回來,啟動去做的 究竟是777林鄭、李家超 還是大陸,沒有人知道 但也不再重要了 因為當時的中聯辦是拿起了這件事 然後一直幫忙搖旗立行 去到今天,其實中國在香港的中共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政策已經越來越明顯 最初我們看到逃犯條例硬來六月 然後去到最後一百萬人,兩百萬人上街 然後就是將這個逃犯條例 是終止了 即是 最初林鄭就說是暫停 但實際上她永久的終止 由之後鋪了條路 就是這個 港澳辦和中聯辦 無論是大家都認識的 張曉明或者黃志明的 抽調了她 然後去到現在新的中聯辦 那兩個京官 夏寶龍和駱惠寧 有些人錯誤解讀 以為中央是 即是中國共產黨有些甚麼改變 會不會有機會去談 其實越來越似的情況就是 因為基本上他們覺得 張曉明或者黃志明 是辦事不力 她要再用狠毒些 再衰格些 再黑暗些的招數在香港 因為你看到 這兩個人來了之後 特別是這一個多兩個月 很多事情是急速的 即是你可以這樣說 香港可能沒有甚麼人 是不會預計到 中國大陸的魔爪會來 但未必估到是這麼快 有內在的原因 有外在的原因 我想內在的原因就是 逃犯條例 二百萬人上街 其實共產黨 敲起了一個很大的響號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 中共去管中國 是用極高壓的手段來的 他們是一票都沒有 共產黨是一票都沒有 但是他們是一票都沒有 沒有人民的授權 他仍然可以壓迫 說的是十四億的中國人 在那種思維底下 其實他是忍受不到 一百萬人或者二百萬人 上來反對他包庇 或者他直接要求 去做這個逃犯條例 因為兩件事都忍不到 因為他覺得 沒理由我共產黨這麼厲害 我又一帶一路 又大灣區 我全世界這麼有錢 通道派錢 派黑錢 做賄賂 一帶一路 很多的事情 我們這個 中共是窮到只剩下籌錢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估不到香港 他一直以為香港人就是餵飽他 或者用金錢去麻醉 香港人就會就范 但是香港人 顯示給全世界看 絕對沒有在強權下畏懼過 站得很直 這個不是少數人 是二百萬人 這個也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想中共一路越來越 一個更加大的一個政策 就是要繼續打壓香港 就是將這個一國兩制 正式宣告死亡 現在發生的事情就是 只是一個大的計劃裡面 一些小的資折而已 立法會當然一定要去之而後快 就是我們說過共產黨一票都沒有 但是在香港 他被迫要承認一批選出來的議員 幾萬票到幾十萬票的議員 這個是對於這種 靠槍江子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來說 他是不會習慣的 因為習慣了喊喊喊喊 習慣了用一些打殺搶 任何的黑暗的手段 去奪政權的一個政體 他不會跟你說正經的 所以當香港有一些正經的 正式的選舉的時候 以往的中共領導人都還有少少質素 譬如你說鄧小平 他有這個氣派可以做一國兩制 有基本法 那江澤民他都用了他一些小聰明 那胡錦濤是一個技術官僚 他是大致上他都跟路等那一套 但去到習近平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一個難聽一點不識字的人 但是心裏面其實全部是老毛的 鬥爭哲學的 沒有知識 沒有眼界 對國際視野毫無認識 但是他在這個時候偏偏給了 以前都沒有的就是一大筆的錢給他 所以他又上場這一段時間 可以這樣說 去到一五去到二千 二千去到下一個cycle 一二一七 一七到二二 即是這幾個cycle 現在是走到第二個cycle 即是第二任的 開始踏入下半段 那見到就是在國際地位 由最初被淺以為搞了 去到現在是自治排隊 而最重要就是武漢肺炎 這個是令到全世界都鄙視中國大陸 或者鄙視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原因 因為死了幾十萬人 也都見到他可以是 都幾厚顏無恥 他居然是去 將病毒說不是中國大陸 而是其他地方 這些其實是很難去做 即是一個正常的人不會做 但是他會做 再加上在香港 他發生了逃犯條例 反送中運動 他是極之 即是一些 他這種水平的中共領導人 他不可能再想到其他事情 所以唯有就是 繼續用再高壓的手段 而香港 為何他會選擇開幾條戰線呢 立法會一個戰線 輿論一個戰線 甚至 再開到再大一點去到教育界 其實都是同一個劇本 他要香港人做老弟 或者香港人要跪低 那麼立法會 現在你看到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大多數的民主派議員 代表香港大多數的民意 至少去到今天 即是超過五成 但是操縱立法會 就是 起碼有兩個是零票的議員 一個就是梁君彥 一個就是陳健波 那麼 梁君彥公然 將這個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將它扭曲成為 是一些 即是 用一些極無理的方法 用九十二條去做 大家可能留意到 他找了兩批大狀去做的 那麼香港那兩個都不用多說 就是政府遇用金牌的壯司 即是若海和他的拍檔 他的徒弟姓孫 都很多單的了 都不是第一單的了 就是大律師為… 有某些大律師為錢去賣命的 這個都不是什麼新聞 但是他找了彭力克 彭力克 彭力克就是 英國的 Queen Council 即是 御用大律師 那麼他寫了一篇 你說他錯 未必錯 他一切的觀點 是當香港和英國一樣 意思就是 香港的立法會 和英國的下議院是等同的 但是當然彭力克是假裝模 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下議院 是一個真正民主的政體來的 是因一票選出來的 就是 執政黨是大多數黨 有得更替 做得不好被人踢走 理得你哪個都好要踢走 但是香港不是 香港是有 傳統的功能組別 有共產黨 中聯辦都在控制那個選舉 即是很多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 可以不是用英國那個 所以彭力克 這個 英國的義勇大律師 他用一個正常的 一個放大鏡去看香港的立法會 那麼他得出的結論就是 喂 你當然要動 大家都知道 因為現在我們是一個不正常的立法會 這個立法會 無論機制上 以事規則和實際實行上 他無法只表達到民意 如果表達到民意 我們不會支持那幾千億的大白象工程 港珠大橋千多億高鐵 很多連堂口岸 還要多一萬億到幾萬億的明日大雨 即是很多東西 跟香港人與民為敵 很多政策都是 譬如說他派錢要給一些打工仔 去對抗這個 這個武漢肺炎 他給八百多億 他給老闆 不是給伙計 全世界都沒有的 你看到英國 紐約 美國 其他人是直接給僱員 在香港罷工那些都沒有錢 但為甚麼他可以強行來都可以 就是因為 靠這個立法會 阻擋了他 用一些不正常的議員 即是功能組別 可以給中聯辦收買的人去做 所以他一定會盡力 其實他這麼多年來都做過一件事 矮化立法會 分化立法會 在立法會裏面 用一些很粗暴的議事規則 壓迫他 好像禮拜一為例 有些人可能都不太明白 為甚麼民主派議員要出來抗爭 其實大家可以想 如果有人 是可以扭還照折曲 將議事規則改到 差不多他說怎樣就怎樣 即是梁君彥和保安黨的做法 然後他叫你守規矩 因為他 他定了遊戲規則 你守規矩 其實跟中國一樣 中國大陸是叫人守法的 因為正式有法不依是中國大陸 或者在香港 黑警 林鄭有沒有守法 警察有守法 就不需要像大家見到 那麼多黑警打市民 粗暴打打到頭破血流 開槍等等 無日無知的暴力 他當然有法不依 林鄭有沒有有法去醫 當然沒有 如果跟法律的話 他諮詢過香港人 他可以做這件事 他有維護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會一直將香港 鮮皮拆骨 當然不會 其實有法不依是個政體 以及依附在政體 包括例黑警 以及很多其他建制派 但代表民意那些 他一定要用方法 要矮化 醜化 甚至好像昨天這樣 大家都見到 他都打得最傷的可能是 許智峯 朱凱迪 即是被他們打壓著 你看到許智峯那些 壓著頭壓著頸 但到轉頭 他說保安的腳有事 跟著報警 其實這個結局大家都知道 很多民主派的議員 包括我或者其他人 都會被 用一個 司法程序 用一個檢控去搞 當執法的部門 公檢的部門 即是警察 和律政署 已經不是一個 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團體 而只是作為一個政權的打手 和黑社會的打手 是沒有甚麼分別 不過黑社會沒有牌 它是有牌的爛仔 因為當公檢機構 香港的律政司署 和中國大陸的公檢 差不多大家都可以看齊的時候 即是公檢 即是檢控 和拘捕 只是一個政權的武器 你不是見到他說 現在說拘捕八千個人 一千六個就是 落了差 接著不知道有多少百個暴動 你有沒有想過起源是甚麼呢 起源其實就是去年 這個大陸政府也好 林鄭這個傀儡政府也好 她根本沒有理到香港人 她硬要做這個逃犯條例 那個根源在那裡 很多其他的地方 面對一些政府的錯誤的措施做出來 她自動都要特赦的 也都要下台特赦 改了條法例 第一沒有下台 林鄭根本不是你香港人選的 那個是中聯辦的選舉 或者中國大陸共產黨選舉 所以她不用理你 黑警的採你都傻 打得盛起 現在就算一大堆排駐隊 今天保障揭露 一大堆高級警官 各個知法犯法的 即是那些 僭建多度雲 我都無謂逐個說 沒有人理他的 都不需要理他 甚至立法會 你看到上一次內委會 這個工聯會的郭偉強 拉著萬必陳志全 不斷拉拉 拉到下去 如果換轉是民主派 拉建制派 我們嘗試一下 我再大聲一點 因為是咪的問題 我都不好意思 我現在回應再大聲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聽得到 聽不到跟我們說的聲 我們都盡力去解決那個問題 我大聲一點 大家聽不聽到 有沒有問題 給我一些feedback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我現在沒有用這個無線咪 可以嗎 OK 我想我們以後都不可以用這些咪 因為不好意思 阻礙大家 好 OK 謝謝 我們沒有法子去審視到 現在見到的一個問題 是令我們很難去鬥的 因為事實上 發生了的就是 用一些很清楚的暴力 是令到議會人要就反 不過大家都可以看到 議員都會盡力去做 令到這件事做得好 可能因為技術問題 我們三番四次上門都不行 今天 有人又說聽到 有人說細聲 那究竟聽到聽不到 聽到有些話 聽到或者再近一點 再近一點 再近一點 近一點 近一點 將個機 近一點 這樣聲音會不會更好 因為近一點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技術問題 我的麥克風也扔了 我說到哪一段 我都忘記了 是說外委會的問題 現在我們見到的內委會已經是 應該這樣說整個立法會都已經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因為現在立法會的秘書處通過 其實秘書處和主席和政府已經同一個脈絡 已經不是講民意了 因為第一 那個秘書處是聘請了很多警察 離職的警察 退休的警察 其實跟警察 即是跟黑警是沒有分別的 第二 他們對付 你看到昨天都已經帶了那些什麼 戰術 即是這個手套對著那些 手蒙串別的我們那些議員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唯有就是要面對 亦都是要面對這個很差的情況 行不行 不行 我們就再來說 OK 有講到哪裏 我都忘記了 講到秘書處 被輸處的一個情況 被輸處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打壓的工具 所以昨天為什麼這些議員要出來 就是當整件事 基本上已經是由一個 就是中國共產黨 透過香港的共產黨 中聯辦 透過他們的勢力去控制 立法會的秘書處 即是一串一連串的狼 其實是一種明顯的打壓 不過為什麼我們仍然要堅持 一定要繼續在立法會裡面去抗爭呢 就是要留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我們不能就犯 無論情況多差都不能就犯 這個是重要的 為什麼在立法會裡面都要做 因為一日有立法會的選舉 它是一個唯一市民可以授權的一個機構 和直接它是可以控制到政府 譬如財政立法 擋住惡法 無論幾侮辱的事情 其實我們是被侮辱的 你想想一些被保安抬走 或者好像陳健波這類的人 坐上還要指罵我 還有一件事我都要在這裡說聲 昨天好像我看一些報道說 我什麼推撞保安員 什麼電局什麼女保安員 我告訴他 我從來不會推撞保安員 我亦都不會去碰到任何什麼女保安員 但陳健波他入咪 他用了一些都幾骯髒的手段 但無法指 因為我們要明白陳健波之流 或者梁坤賢等等很多 其實他們來不跳 這些我們叫做政治記生蟲 他為什麼在立法會裡面繼續在這裡呢 就是當他每一次這些小英子選舉 其實拿莊的不是他們來的 拿莊是後面的中聯辦 因為他控制了一個很小的圈子 其實中聯辦的額頭 這一類人可以做 中聯辦領頭不能做的 現在《江湖傳聞》就是代表影視文化的馬仑堂 聽說我還要讓給霍鎮庭的兒子 這是一個例子 這是《江湖傳聞》大家可以再看幾個月 在共產黨裡面 這些人其實是一隻棋子 你聽說可以繼續做棋子 或者做狗 做動物 不聽話 對不起一個人去踢走 那這件事原本在立法會發生的事情 很不幸現在是在香港電台 甚至已經去到教育 但是也要這樣做 大家見到 那個中國歷史科的VSC那個 已經很不尋常 原來已經成為一個打壓的藉口 今天林鄭更厚人的 只說了一件事 根據《考評局》的權利 他應該這樣做 他也不會建議用這個權利 指令《考評局》去收走這個題目 如果你做《考評局》 你是做一個正正常常的教育工作者 你會怎樣看這個現象 他還要說他不是政治化 還要說有人 我引用他的說話 截愛生智 是誰竊害生智 當然是垃圾的林鄭和她的黨員 但為何有這麼多現象出來 其實都是同一個源頭 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 透過夏寶龍 這個駱惠寧 即是港澳辦 即是港澳辦 中澳辦 現在是直接獲訂 所以你看到要組 這個《考評局》 他已經在左部做 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我講有一點點不同 以前在香港做事 他還要靠一些香港的演技 什麼是演技 就是很多建制派 那些什麼靜黨 或者是親中的團體 教育工作者 他們是開聲線的 譬如有個親中的團體 或者有個憲勢派議員出聲 先罵了《考評局》 然後製造了一個風氣 然後就做一場戲 然後一急一急上去 這次很急的 這次一出 其實如果你看到 就是左部的報導 然後左部一出了報導 政府就教育部的pick up 就是這個 這個pick up 關係就是左部講話 下面教育部pick up 左部是什麼人控制 就是中共直接控制的 就是中共直接控制 那一招都不用跟你 楊潤雄或者七七七 林鄭的order 你看文匯大公 看左部 那個就是order 一看不對勁 左部出來要砌 那一天急急 就楊潤雄會出來做事 然後跟著 跟著林鄭今天要再說 我可以用這個拳 其實是完全不給面 楊潤雄或者林鄭 難聽一點 這些夏寶龍 夏寶龍、駱惠寧 或者中國共產黨 已經在左部下了order 然後在這裏搞 其實這件事 你看回內委會選舉都很遲 內委會選舉 其實原本憲勢派保皇黨 是懸吊著做的 所以你罵李維琼 又笨又懶都對的 他可以開很多智會 其實你想想 你有多少的議事 我們要用議事規則來談 其實郭榮鏗已經截勢了 那些所謂那些 無約束力的動議和選舉 其實可以入程序 只要你在 你開多幾次會 因為他有權開會的 李維琼 只要星期六、星期日 工作假期 不斷開 其實很快就講越言 正正式式 但是中國共產黨 都不做這件事 他說我要直接 其實也是左部搞出來 他罵郭榮鏗 然後才李維琼 然後才大好狗 才說要做事 那就是說 如果不是中共 或者是 羅惠玲這一類的 爪拿出聲 其實這一群人是不做事的 可能憲勢派 就第一 懶著做、懸著做 哎呀算了 第二選舉 可能他都不想 衰得這麼肉算 所以他們都 想留些好些的印象出來 我估計 我希望 良好意願 所以 是直至中共 下order 不行你一定要動走 郭榮鏗 動走民主派 接著就激活了 即他們 羅惠玲說 激活 激活了中共 在港共那班的爪拿 就要出聲 其實這次動作 口評局 也是 通常 平時出聲一定是 那些 左派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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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擔心 也沒有人 可以估計 因為 肉在真本上 無論 考評局 香港電台 都是 財政那些 錢 都是狀採在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 即在共產黨手上 因為現在 特區政府已經消失了 甚至黑警都已經不是屬於 特區政府 他現在是中共直接管這個政府 現在換了那些司局長 就是他已經換到全部是他自己人 即是他可以下命令 要那些局長去做事 根本都不用理你林鄭 也不用理什麼張建聰 也不用理你 他直接自己下命令 楊潤雄那些其實真的不用理他 甚至整個在大陸的人民日報社論 新華社社論 在香港那些什麼行為建制一出來 他的社論就已經成為了叫做instruction 即是已經有一個指令來的 已經叫他做事 不過講到尾 你記住香港人是香港的主人 大陸人 中國共產黨不是他這裏的主人 他黑黑白白用很多方法 在西藏在新疆在很多地方 都用一些這樣的手段去洗走整個地方 他也可能想用同一個手段去洗走香港 第一 香港很多人土生土長 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家 第二 也都很多人我們是不能夠放棄這裏 因為親人工作很多朋友都在這裏 我們都不會輕易放棄 如果說做妝做下文的 香港人是做妝的 那些京官是下文的 我們當然有個信念 無論是真是假 什麼時候會發生 有一個事情就是 任何暴政 只有一個結局 就是滅亡 這個是歷史書 正因如此 正因如此 中共是不會讓你看到真正的歷史 亦都是這樣 他亦都不願意讓你看到中日那段歷史 表面上他就是不讓你說中國、日本、利多於弊 他表面上是在罵黃興那些人 其實實際上他不是 我看是第二樣的 我看是他實際上不想揭回他的倉巴 因為當我們要審視1900到1945的時候 你讀歷史的人 看歷史的人一定不會就可以了 一定會看到毛澤東或者中國共產黨 和日本仔的瓜葛 因為你真正看歷史 你就會看到這個瓜葛 你不要忘記現在習近平每天都說要打日本仔 不是只有習近平 這幾代習近平是打得最重要的 這是戰狼外交 當他自己內部矛盾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將外奸的矛盾拿出來 譬如他搞日本 或者他跟美國要對立 對內的我想說 不是說對外 對外的一部分 老實實 我們看中國大陸的軍力 跟清朝的末年軍力都差不多 當時的北洋艦隊 是全世界第二隊最厲害的艦隊 如果看錢 看他的裝備 你真想不到北洋艦隊是全世界第二 然後一打就 那些英國那些小型戰艦 來到丙霸 全部打倒了 日本仔跟你打 全部打倒了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就像現在這樣 說天下無敵 所以他跟美國去鬥爭 在國外做宣傳的 實際上做了多少 我相信美國人掩著嘴笑 但是重要的是 他不想去揭露 即他現在做你打日本仔 所以他不會給香港人 或者任何讀歷史的人 去看回當時的歷史 如果你說這個議題出來 中日的 你提這個議題 你一定 一個真是考究的 你一定會挖出來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 曾經說過 是要感謝日本 去侵略中國大陸 事實上 亦都因為日本侵略中國大陸 給了一個機會 第一 削弱了國民黨的軍力 統治 和他的佔領的地方 第二 是給了一個空間和時間 給中國共產黨 在那段時間裏面 裝大 第三 如果說是抗日的話 國民黨整體抗日 放出來的力 和死的人數 一定是以倍計 多於中國共產黨 雖然現在完了之後 因為中國共產黨 是他寫歷史的 所以他可以寫到天花 聯繫 他可以寫到什麼都可以 再說一件 最後要完結的時候 在早兩年 香港的課程處 是重新檢討了中國歷史 七成是講遠代史 兩成是講近代中國史 一成是講香港 這一成裡面是不講六四 不講圖城 不講七一 他就在洗腦 你明白嗎 任何一個地方讀歷史 最大的是看自己的歷史 然後才看遠古 杜鑽量差不多 七成是香港的歷史 兩成是近代的歷史 一成是遠古的歷史 其實他已經鋪定了條路 當然之後再有欲酸一點的東西 因為你要明白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最大影響我們今天的存在 今天我們怎麼看的政權 是近代香港史 包括香港回歸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當然應該說那片戰爭 有一個借來的空間 借來的地方 所以香港是很多時候 跟中國大陸不同 中國大陸去到今天 一個極權 近似封建皇朝的統治方式 香港有一個借來的地方 一個空間由於成為殖民地 他沒有跟大陸套一套 他也有機會看到西方的一些 自由民主的學說 他不會給你說 六七暴動 當時死了多少人 大家都知道工齡會的角色 他不會給你說 八九民運屠城 血肉模糊去殺多少中國人 他不會給你說 七一五十萬人上街 改變了香港 整個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他不會給你說 因為有二十三條 中共是企圖用教育 而教育這麼多裡面 有兩個是重點的 他一定會打壓 會不斷打壓人 歷史、通識 因為歷史和通識 是讓你透過學校 去認知更加大的社會 發生甚麼事 中國大陸是最怕你看真相和說真話 因為中國大陸只可以說謊 和是他列造出來的事實 這個是只會容許的 所以你在香港你要說真話 你要透過通識科 透過中國歷史科 這兩個會接下來是很大的打壓 我只有一個月望 我希望做老師的 堅持你的教育 和我希望有一些學者 會寫一個真真正正的 民間的中國歷史過程 給下一代或未來這一代 一代一代的學生知道 今天的香港和歷史 最後一句也和歷史有關 是完結的 大家可能留意到 監警會的報告書 是多麼垃圾 多麼廢 多麼無用 但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當二十年後 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當有人看香港 反送中的時候 他要看民憲 可能要看監警會的正式報告 這裏重要 因為中國大陸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他是希望自己 中共是要長存的 他怎樣可以長存呢 就是他要做了一個事實 做了一個歷史出來 當他現在製造了一個歷史 監警會的報告書 說警察沒事是暴徒的問題 寫入了監警會的報告 就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而這一個是會 一個叫正式的歷史檔案 當後人去看香港的時候 他會看到這件事 可能以前的皇帝都會這樣做 但是今天的共產黨 和以前的皇帝都沒有分別 他不會讓你知道真相 他只會讓你知道 他想你知道的真相 正如 他想告訴全世界 或者將來的人知道 當然香港人 我們這一代 我們知道 那個監警會的並非事實 真相就是 先有逃犯條例 逆民意 警暴 然後之後這麼多的抗爭 這個你不會看到 無論721831 10月1日 711都好 在這個監警會裏面 由於他是採納了警察 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報告 還有別忘了 監警會的秘書處都是政府請的 他不是獨立的 然後這一幫人已經控制了 而他亦都在做一個任務 fulfill了一個任務 就是他將中共和港共希望寫的歷史 寫了我的監警會報告書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一個 我也在等一個民間的報告書 已經有的了 大家都知道 由去年反送中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的記載紀錄 但是我相信 民間還要努力 或者香港的人權的組織 都要繼續努力 是令到一個 由很多人 很多的 我們應該叫做異見人士 其實我也當自己是異見人士 已經跟中國大陸的黃泉璋 我沒什麼資格 黃泉璋、劉曉波那些 我們低層次很多 我必須要說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看法 這些叫做異見人士 其實遲早要用這個 顛覆國家政權或者陳人支持 為什麼呢 在中國大陸入面 任何反對一個極權強權的人 都是顛覆他的政權 其實做所有的事 是希望救那個民族 我們是想救那個民族 救香港這個民族 救中國的民族 才說要什麼民主化 但是 這件事已經不重要 因為在中共的眼中裡面 民族、國家、諸如此類都不是重要 最重要就是他的政權 而他的政權是重要的 因為是錢 你看那些貪官 口裡就說是怎樣為國家身體最誠實 數以百億千億萬億的錢 不過不是中國大陸 放在歐美國各地 今天講到差不多了 大家也會做到11點23分 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晚安 拜拜 至今 才有關 一場